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收聽《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Anya 今集是套年以來的第一集 首先跟大家說一句恭喜發財 希望大家事事如意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為何只有我一個人在呢? 因為袁醫生今次 是因為公事的原因 她這一集不在香港 但是大家放心 我們其實也截錄了她先前做過的一段訪問 其實內容都非常豐富 亦非常資料性 用後便會為大家奉上了 另外其實我們在討論區 收到兩位聽眾朋友的提問 第一位是梁小姐 她比較急些些 她會問一些關於女性的負方問題 另一位是李先生 就是問關於一些以命脫發的問題 跟大家說一聲 其實我們已經收到你的問題 當袁醫生回來的時候 我們便會盡快 袁醫生會為大家解答問題 希望這兩位聽眾朋友 再忍耐一會兒 我們會盡快處理 另外其實李先生也提及過 袁醫生的電郵帳 不能發電郵給她 相信是因為少許技術上的問題 我們的IT部門都已經處理了 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有什麼提問的話 可以發電郵過來 或者可以在討論區那裡 向醫生提問 好了 現在大家都期待了很久了 我們現在就會為大家送上 之前袁醫生節錄的一段訪問 那音色可能稍微差一點 希望大家忍耐 但是那個內容和資料性都是非常好的 袁醫生啊 什麼是發燒啊 發燒是我們身體內部 一種控制體溫的機制來的 好像是一間家裡的恆溫器一樣 而我們身體的恆溫器的設計 在我們的大腦裡面 當我們身體需要發燒的時候 這種恆溫器就可以調高了它 而 溫度調得越高 我們發燒就越高 這個是一種 所有動物的身體的自然的生理的機制 包括糧血動物 但問題就是 這種過程到底是否有益的呢 我們通常受到傳播媒介的洗腦 當一個小孩發燒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一些阿士不靈 阿士不靈 或者其他的藥物去退燒 但是歷史上來看 發燒一直被認為是一種有益的過程 袁醫生啊 你還是不需要講那麼多歷史給我聽了 阿波剛才才講了一大堆 有關於發燒演變的歷史給我聽 我現在只想知道一些比較實際的情況 那你想知道些什麼呢 袁醫生啊 例如身體怎樣會有發燒的呢 發燒又究竟是怎樣開始的 在我們身體裡面呢 是有些白血球的 這些白血球呢 是由我們骨髓裡面製造出來的防禦的士兵 當它們接觸到細菌的細胞外膜 或者一些癌的細胞 毛菌 病原體的毒素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了一些叫做 interleukin-1的物質 而導致我們身體進入一個防禦的狀態 當這些interleukin-1走到腦裡面的 腦腦下部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睡眠或者分眠的感覺了 亦同時呢 亦都改變了我們恆溫器裡面的溫度 這個時候呢 溫度就會較高了 跟著身體就會感覺到寒冷了 所以在我們發燒之前呢 我們往往會感覺到寒冷的 這個是因為我們的溫度計較到102度 而我們本來的體溫應該是在99度的時候呢 我們是會有3度的差別 而這個差別呢 就會引起我們感覺到一種寒冷的感覺了 而當我們發燒 發到尾聲的時候呢 這個行溫器呢 就會降低了 那呢 你就感覺到很熱 跟著就會出汗 而我們的出汗呢 就會將我們身體的熱度發光了 難怪的 在發燒的時候 我經常都覺得很睏 而當interleuken 1 走到我們的腸胃裡面 我們會減慢我們腸胃的活動 因此我們就不會感覺到飢餓 咦 那就是說 當一個小孩發燒 而感到沒有胃口的時候 我們就不應該強迫他們吃東西了 沒錯了 而當interleuken 1 走到我們身體的肌肉的時候呢 尤其是我們手腳的肌肉 它就會產生一種酵素 而這種酵素呢 是會將我們的肌肉侵蝕的 那時候呢 你會感覺到周身冤痛了 其實我們的身體是不斷地消化我們身體的肌肉 製造多些胺基酸 而幫助身體製造些更需要的防禦的物質 難怪的 在感冒的時候 我不單止覺得眼神 還覺得周身冤 原來身體是在帶動我們的蛋白質 去其他的器官 幫助防禦的工作 那就是在打仗的時候 我們要將糧食運送給士兵一樣 那我們的身體結構真是奇妙 而當interleukin-1走入肝的時候呢 我們肝就會盡量將血液裡面的鐵和聲吸收起來 儲藏在肝臟裡面 因為血液裡面的油尼的鐵質呢 是會幫助病菌的增長的 而這個現象呢 其實是我們身體限制病菌的增長的方法來的 咦 袁醫生啊 那就是說 我們不應該去服食一些維他命 或者礦物鹽之類的東西 因為呢 這些只會是用來餵細菌 跟我們身體自然現象對抗的 哎呀 我又不明白了 為什麼肝臟又需要儲藏星呢 因為我們的肝臟是需要一些星 來製造當時身體需要的物質 和呢 維修被破壞的地方 如果我們肝臟受到破壞的時候呢 我們整個人呢 都會無命的 但是如果 只是肌肉受到損害呢 我們是會生存的 可以說 身體呢 是需要保護重要的器官先 那是不是指示說 我們在發燒那時候 就需要服用多些星呢 不是 你只能夠在發燒之前服用星 但是當溫度一高的時候呢 就會有相反的效果的了 還有啊 當 Interleukin-1 走到我們填補全身的免疫系統的時候呢 它就會產生一連串的防禦的反應了 例如 製造多些身體的細胞 我們的身體的抗體呢 也都會因此而增加成20倍的 還有 也都會增加白血球 貪食消化的能力 還有啊 如果我們的身體 在暖的時候呢 細菌和病毒的成長呢 也都會比較緩慢的 在華視103度和104度之間呢 病原體或者病毒呢 是會減少了成250倍的 大部分的病毒 都是不能夠在104度的環境之下生存的 哦 那就是說 抑制發燒是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的 但是我們到底需不需要 又或者是幾時才需要抑制發燒呢 袁醫生 在1980年的醫學文獻裏面 有一篇叫做發燒恐懼症的文章 這篇文章裏面記載一班家長的調查 發現他們 百分之52呢 認為104度發燒是很危險的 其中百分之85的家長 是會 醫治一百零二度發燒的十文仔 而百分之九十一 說呢 他們的資料是由醫生護士那裏得回來的 百分之三十呢 是由朋友那裏聽回來的 而百分之十九呢 是從閱讀的文章裏面知道的 而大部分人呢 都是用阿舌不靈做些抗燒藥的 在實現中證明 如果你是抑制體溫一度呢 就會引起很多動物死亡的 而如果你抑制體溫兩度的話呢 差不多大部分的動物都會死亡的 很明顯呢 抑制發燒是很危險的 他們還要去找 到底是因為阿舌不靈 或是因為發燒而造成的災害呢 因為這裏有兩種現象在裏 第一 我們知道阿舌不靈是有毒素的 毒素阿舌不靈也都會減低白血球 會抑制免疫系統 第二 我們也都知道 溫度的減低呢 是也都會導致細菌的增長的 袁醫生呀 我還發現呀 小孩子和寶寶仔呀 是比較成年人 和老年人容易發燒的 那究竟又是怎樣呢 首先我們要搞清楚了 不是每一個人的正常的體溫呢 都是華視98.6度的 這個數字呢 只不過是一個平均的統計數字 大部分人的正常的體溫 都是會比這個數字高或者低 尤其是在兒童方面 根據一個謹慎的研究 其實正常的體溫呢 是會低 由華視96.6度到高 99.4度之間的 很少健康的寶寶仔的體溫呢 是剛剛是會98.6度的 同時 寶寶仔的體溫呢 在一日之內呢 可能都會有變動的 通常是黃昏的體溫 是會比早上高一度 因此 在晚飯的時候 量度的偏高的體溫呢 可能其實是正常的體溫來的 除了生病之外呢 有很多的原因呢 也都會令到你的寶寶仔的體溫增加的 寶寶仔可能因為要消化 食得太飽的食物 而增加 而在年紀輕的少女裡面呢 在排卵的時候呢 體溫也都會增加的 有時候 也都是會因為醫生所配的 藥物的副作用而引起 例如有些抗敏藥之類呢 其實不單只是人 所有動物呢 都是這樣的 而呢 但你剛才的問題 不是說 生文仔的免疫系統不好 或者沒有成年人那麼好 而是 他們的免疫系統呢 是沒有成年人的免疫系統 那麼有效率的 而他們需要借助發燒 來幫助他來抵抗 而經過數次發燒之後呢 生文仔的免疫系統呢 會變得更加有效率了 於是 我們在成年的時候呢 是沒有那麼需要借助發燒 來幫助我們身體來作戰 但是 我又經常聽見 那些免疫系統的免疫系統的免疫系統 因為發燒 產生靜聯和抽筋 很多人怕的 是啊 是啊 而醫生啊 他們究竟是否因為發燒 燒熱引致靜聯呢 其實不是說因為溫度高 而會令到生文仔產生靜聯的 很多生文仔 是會在相當低的體溫之下 都會產生靜聯的 譬如在102度左右 都會有這種情形發生的 咦 那原因究竟是哪裡 導致生文仔靜聯呢 不是說因為溫度高 而是溫度增加的速度快 在低溫的時間呢 我們的身體的溫度如果增加得很快 有些生文仔呢 也都會因此而產生靜聯的 但是你們是很難預測到 在哪個時候呢 這個生文仔會抽筋的 但雖然是這樣 在發生靜聯的時候呢 你只要保護個病人 讓他不要因為碰撞而受傷 而靜聯呢 通常呢 都很快會過的 而當在靜聯發生的時候呢 我們也都沒什麼辦法可以阻止他的 但是 如果萬一 生文仔因為發燒而抽筋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做啊 我以前啊 見過一次了 嚇死我啊 真的很可怕的 首先呢 我們應該把生文仔打失身份吧 讓他不會被口水燭傷 同時呢 我們應該防止他的頭部 碰撞到尖或者硬的物件 最緊要呢 就不要讓他的呼吸受到障礙了 我們可以用些軟和硬的物件 例如擠起來的毛巾或者皮帶 塞在他的口裏面 讓他不要咬到舌頭 但千萬不要用你的手指啊 但以為求心安理得 你也都可以打電話通知你的醫生 通常呢 抽筋呢 都不會多過幾分鐘的 但是如果你覺得太長的時候呢 你都應該是打電話 請教一下你的醫生的 通常抽筋之後呢 都不會很清醒的 很容易被食物燭傷的 那競聯的情形 是否時常發生的 通常來說 不過4%的羨仔呢 是會因発燒,而產生徑聯 通常呢 在5歲以下的羨仔會發生得比較多 其實靜聯本身呢 不是很危險的 除非他演變成一種連續性的 點間的狀態 即是說 徑聯的維持多過60分鐘 這個情形很少會有 真的在這4%之中呢 只有一個或者兩個 lobo 才会这样的 而其中十分之一可能因此而产生脑部受损 但不是因为发烧 而是因为缺氧或缺水或全身净乱 通常当温度达到104度的时候 我们身体可能因为脱水而产生了电油离子的问题 如果你的审温仔在华氏105度那时候产生净乱 你只需要把温度减到104度的阶限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那个小孩同时又出现呕吐的现象 那又怎样啊? 那你最好就要找医生来看看 但是不要阻止他呕吐 你也需要小心气管不要受到阻塞 袁医生啊,究竟发烧到何时才有危险啊? 而高温是否会烧坏我们的脑子呢? 通常你需要担心的发烧呢? 都是有一些明显的原因的 例如中毒啊,或者感染到环境里面的毒物啊 那有些人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温度呢,是会增加到华氏107度或者以上的 那如果你怀疑你的审温仔是服食了些毒物 应该立即送去急症室 同时呢,要带上一些毒物的容器了 那可以帮助你快点找到一些解药 但是如果一个小孩 是由于过量在太阳里面暴晒 或者桑拿或者冲热水量太久而昏迷的呢? 那你就不要只打电话给医生 应该将病人快快送入急症室了 因为外来的因素而引起的发烧呢 可能有一种很危险的潜伏症在里的 而我们身体的温度调节的机制呢 可能已经失了效应的了 当然啦,这种导致体温增加的情况呢 是很少发生的 在我们的记录之中 最高的温度呢 是在华氏116.5度 或者涉氏47度 但是这种是发生在中暑的情况之下 就不是一般的发烧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全新的竞联呢 和脑部受损的机会呢 就会大的了 但是要记住 这个是中暑不是发烧 通常来说 体温是很少会超过116度华氏 或者涉氏47度的 通常的发烧呢 是会停留在104度 105度 或者105.5度的 如果处理得可当的话呢 就算是高的温度呢 例如106、107 都没什么危险的 三分底和大人呢 都可以抵受 华氏107.6度 或者涉氏42度的 但当温度超过107.6度的时候呢 你就应该开始留意了 可能我们的脑部已经受了感染 而我们脑部里面的 恒温气呢 已经停止了工作 即是坏了 因此呢 温度的控制的功效呢 已经失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是需要干预的了 袁医生啊 那BB仔发烧又怎样啊 处理BB发烧呢 跟我刚才所说的就不同了 因为BB可能会在出生的过程 或者在产前 产后 或者做了些某种的东西的干扰 而引起的 也都可能是因为遗传的问题 例如 可能在出生前 使用过 胚胎偵察器 而引起BB的头皮 出了浓水 或者在催生的时候呢 过分用催生的药 导致羊水入了肺部 而引起肺炎 他们也都可能因为 在医院里面割包皮的时候 受到感染 或者在留院的期间 感染到医院里面的病菌 为了谨慎起见 初生几个月的BB 在任何的发烧呢 都应该要去看医生的 还有啊 不要忘记啊 过量的衣服呢 也都会导致身体的体温增加的 尤其是 是做第一次做父母的 由于过分关心 往往忘记了 BB是不懂得自己脱衫的 而将BB呢 过分地爆炸起来了 通常来说呢 你自己需要穿几件衣呢 你BB呢 都是一样穿过几件衣 袁医生啊 除了几个月的BB仔之外 还有些什么人 发烧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啊 在患有心脏病的老年人 在他们发高烧的时候呢 也都要特别留意的 因为过高的体温呢 是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的 但是我又不知道 我们应该怎么样量度体温才对呢 哎呀 哎呀 有没有搞错啊 那你都不懂 那把碳热针放在舵底下三分钟 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 严格来说呢 三分钟呢 是未必够的 应该是三分钟之后 拿出来 读一读 再将那个 碳热针呢 放入口里面 过多一分钟 再看一下 温度有没有再升 或者没有变 如果是有增加的话呢 应该再重复一分钟 直至到稳定为止 还有啊 年纪教掌的宋文仔 他的肛门的温度呢 是比口肛的温度高一度的 而他咄热针的温度呢 会是比口肛低一度的 但在宝宝来说呢 口肛和腋下的温度呢 亦差不多的 因此呢 我们只是用咄热针来到量度温度呢 对宝宝来说呢 都已经够的了 我们是不需要用肛门的方法去量度的 这样呢 是可以避免了 可能因为堵穿肛门的 而引起的问题 虽然这个机会是很微啊 我之所以提一提呢 因为如果发生的时候呢 有一半机会呢 是导致死亡的哦 哇 原来 探热呢 度体找到那么多学问的 对了 袁医生啊 通常发烧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 大部分的发烧呢 都是由病毒 或者细菌感染引起的 而我们身体呢 是应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的 一般小孩的发烧呢 大多数是由伤风或者感冒引起 而他们身体的温度呢 是可以升高到105度的 虽然是这样 我们都不需要惊慌 唯一的危机呢 就是脱水的问题了 通常是由于过分的流汗啦 急速的呼吸 吸瘦 流鼻水 蛤或者吐引起的 你只要令到这个细菌 有充足的水分呢 就可以避免脱水的威胁了 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病人呢 是应该每一个钟头 就要喝100盎司水或者一杯水啦 当然啦 最好就喝一块滚水啦 但如果你的身体不肯喝的话呢 任何的饮品 例如果汁 梳打水 茶之类都可以的啦 总之呢 他肯饮就可以了 还有 发烧的温度 和病的严重性呢 是没关系的 有些普通性的 也都没有威胁性的疾病了 譬如玫瑰疹 也都叫做一日麻疹 是会令到那些细菌仔发好高烧的 而其他的更严重的疾病呢 也可能呢 也都不会令到他发烧的 所以 除非你的细菌仔 在发烧的时候 有其他的症状 例如嘔吐啊 呼吸困难啊 通常都是不需要担心的 就算你发烧发到105度那么高 但你会问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发烧 是因为轻微的感染啊 如普通的伤风引起 或者是由于严重的疾病 例如脑膜炎呢 要知道这样呢 我们是需要观察到整个人的外表 和他的行为态度了 如果这个细菌仔是眼光光的 和很疲断地 伏起大人的肩膜上面 而对周围的事物呢 都好像没什么兴趣的 那他的病呢 通常是 是严重过一个仍然活潑 气气 和呢 在医生护士里面呢 大吵大闹的细菌仔 大部分的发烧呢 都是属于过滤性病原体的 无论你做些什么都好 通常呢 都会维持三到七日左右的 当我们在发烧之前 会感觉到冻啦 或者没有胃口 我们就需要休息 和睡觉 而如果不饿呢 我们就不应该吃东西了 记住 我们是应该 听从我们身体的讯息的 我们应该多些喝水 因为我们身体呢 是不够水 或者氧气的储藏的 所以一般来说 除非你是有糖尿病的话呢 如果是发烧呢 就不好吃东西了 但是如果 生护士的温度 增加得很快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去看医生 但是不只是找一个医生 用一些退消药 来到止退消 我们是需要一个医生 做些好的检查 和好的诊断了 可以这么说 百分之九十九的时候呢 我们都应该这样做的 有时候 当我们伤风 个滤性病原体呢 是会很快地 不断地生长的 而我们的身体呢 可能因为太过衰弱 而发不到烧 那么我们可以将 空间里面的温度 增加到华氏一百零四度 那么我们鼻里面的黏膜 的病原体呢 病毒呢 就很快会被烧死的了 但是一般的发烧呢 都是很少会过一百零四度的 除非我们处理得不好的话呢 例如 穿得太多衣服 房间太热 或者呢 绅士无法出汗 或者病人因为呕吐而变成脱水 而当我们的温度 升高到一百零六度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考虑 将温度减低到一百零三 至一百零四度 但是呢 就不应该减低了 例如我们可以用一些湿的毛巾 或者暖水毛巾 甚至乎冬毛巾 来到铺起面额 颈部 或者手腕 蜜薄的地方 但是呢 千万不要将温度 减低过华氏一百零三度 那么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东西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通常 补一下沙蚊仔 唱歌 呵护一下摇动一下沙蚊仔 或者用些大蒜油 来按摩脚 或者用些姜水洗脚浸脚 我也可以考虑用同类疗法的疗剂 或者吃些抗感染的食物 例如大蒜 洋葱 或者辣椒之类 或者我们可以用些舒缓味道的香料 例如柠檬 芬衣草油 或者蛇香草油之类 都可以帮助的 我们知道不去抑制发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 既然发烧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机制 是有保护的作用 而很多科学的文献都已经支持这个论点了 不单止在人 在所有的动物身上都是一样的 第二 采用抗烧药去抑制发烧是很危险的 因此 如果不用药物去抑制 是可以避免了药物的副作用 第三 就算用冻枯 或者暖水 过分来到抑制发烧 都是很危险的 所以 最好 都是由发烧自然发展 只不过不要超过106度就可以了 因为大部分的发烧 都是由于过滤性病原体引起的 而我们是没有任何的药物 去对付这些病原体 而发烧 通常都是维持3至7天左右 听完完的访问了 是不是访问都非常之了性 以及内容很丰富呢 今次的节目又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了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H-D-A-L-I-N-G-DOT-COM-DOT-H-K